鼻敏感 鼻敏感除了吸入致敏源 而引起鼻炎症狀 亦由頸椎引起 在辦公室的姿勢不正確 對鼻敏感也有影響 鼻敏感的症狀 亦與膠感神經和副膠感神經有關 正常情況下 膠感神經興奮時 血管就會收縮 鼻道就會腸痛 但如果姿勢不好 或是肌肉拉力比較厲害 令膠感神經受到壓抑 同時 副膠感神經興奮時 副膠感神經就會令鼻腺體興奮 分泌出鼻翼 令血管有擴張 令鼻道有阻塞 好像變成鼻敏感症狀 在辦公室的人打電話 頭會向前傾 或者肩膀縮起來 又或者始終現代人的手機 都基本上是不離手 他們會變成低頭軸 亦對頸部的負荷比較大 如果頸部偏向枕部 這些位置 骨頭壓住神經 就會引起我剛剛所說的鼻敏感症狀 因為頸椎問題 引發鼻敏感 我們多數會用針拯 推拿和照燈的手法 從而令到神經不再受壓 治療得好病 便可以不用做其他手法 如果頸部沒有壓痛點 但還有鼻敏感問題 很多時都可能關乎肺部比較弱 氣管還是比較敏感 可能還有一些瘋狂邪氣 留在肺系統中 這時候我們便可以用中藥來輔助 大部份辦公室上班的人士 都會有鼻敏感 另外就算他們的座位已經設定得很好 但他們自己意識上不夠 做一做一做就會 頭向前傾 肩膀向上縮 我比較建議他們每個小時 檢視一下自己的姿勢 而且每個小時 我都建議他們 抽兩三分鐘出來 放鬆一下肩膀和頸位置 環境因素 就好像冷氣 整體來說比較冷 其實這個是中醫來說 很不理想的工作環境 我會比較建議他們 用圍巾 或者穿比較厚的外套 去擋一擋風 避免風塘之邪跡在頸上